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国际失智症协会估计 目前全球超过5500万名失智者 平均每3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 日本研究发现管花肉聪容 有类似神经细胞生长因子的活性作用 并在基胚胎神经纤维细胞实验中发现 管花肉聪容能够促进神经纤维的生长与修复 在另一项使用梅脸免疫吸附试验的动物研究 透过给威斯特大鼠 灌服 银洋货 货图丝子 以及肉聪容 对不同组小鼠的血清进行分析 对于M1S23.5细胞的作用 在对数生长期时 在添加15%并在含药血清的培养机中 培养24小时后 结果显示含有肉聪容的血清 增加了损伤的M1S23.5细胞中 神经生长因子与脑原性神经营养因子 以及胶质细胞原性神经营养因子的表达 显示肉聪容能够透过调节雕王相关细胞的表达 来保护神经细胞与M1S23.5细胞中的因子 以及神经营养因子 二 调节生理机能 有研究显示 从管花肉聪容中提取的本乙唇肝含量超过80% 管花肉聪容主要的活性成分 本乙唇肝能够协助身体的营养补给 因此对促进新陈代谢会有显著正面的效果 三 维持肠道的菌从平衡 肠道的维生物主要定制在肠腔以及粘膜层 并会透过物质以及能量转化等过程与宿主相互作用 这些肠道的维生物是信号重要的枢纽 能够将饮食等环境讯息与遗传以及免疫信号结合起来 从而影响宿主的新陈代谢免疫与神经系统 以及对感染的反应 一般在正常情况下肠道的菌从与宿主之间会存在动态平衡 然而当肠道菌从失调就容易会导致健康与疾病平衡的变化 进而导致免疫失调与引起多种疾病 在一般情况下肠道维生物群的适当变化对于宿主并不会有任何影响 然而当使用头包刻卧治疗时容易会造成肠道菌从的失调 导致乳酸菌显著减少以及代谢途径等明显变化 此时容易提高其他症状变化的几率 再一项研究使用传统中草药配方管花肉葱容萃取物的小鼠与对照小鼠的肠道维生物 多样性差异显示 较高与中浓度的传统中草药配方管花肉葱容水萃取物能够调节小鼠肠道维生物的组成 也能够恢复紊乱肠道的维生物群平衡以及乳酸菌的生长 另一项研究指出传统中草药配方管花肉葱容水萃取物中含有的多糖 具有显著体外抗氧化活性并能促进乳酸菌的生长 从而有益宿主健康 另外在生物活性测试 结果也显示肉葱容含有的多糖类可显著促进泥杆菌 与一些异生菌的生长因此有助于维持肠道的稳态 4.免疫调节 一项长期研究指出 肉葱容多糖可作为免疫调节作用的基础 并能够透过促进淋巴细胞的增殖提升吞噬细胞的活性 达到发挥调节机体免疫的作用 另一项研究评估了肉葱容粗多糖对活化树突状细胞的调节活性 结果显示出肉葱容粗多糖提高了口提液 疫苗特异性抗体 并促进淋巴球的增殖 证实肉葱容多糖对于细胞免疫具有调节的作用 并有一项研究从肉葱容中提取水溶性多糖免疫的功效与作用 其中新疆的沙漠肉葱容水提物 经过体外实验 结果显示肉葱容水提物透过树突状细胞可活化与持久有效抗原特异性免疫的反应 也能够透过TLR4相关的NF-KappaB路径协助调节细胞因子的表达 从而促进相关细胞增值与活化T细胞反应 因此肉葱容多糖与本乙唇肝是属于一种潜在的免疫调节剂 5. 预防滇险 松果菊肝是肉葱容的主要化合物之一 一向透过大鼠腹腔注射松果菊肝的研究 结果显示 松果菊肝对红枣氨酸诱导的滇险大鼠海马醋盐因子基因表现的影响会减弱 因此松果菊肝在预防滇险方面会具有潜在的效果 6. 抗氧化 肉葱容氧化的研究中 肉葱容片原料与使用酒蒸泡的相关化学成分 对生物效应进行的比较与分析 结果显示 这两种含有的成分均能恢复模型小鼠性激素的水平 以及提高抗氧化的效果 并在体外研究结果指出 管花肉葱容萃取物中含有的松果菊肝 能够抑制活性氧的产生 并改善肋固醇生成急性调控蛋白 与胆固醇侧链裂裂合酶 即栽体17α单加氧酶 以及17β抗肌肋固醇 去青梅三蛋白的表达 另外 在体内分析显示 使用三种伎量的松果菊肝 在慢性 创伤性 脑病变中的研究 证实了 松果菊肝 可改善 血糖水平 胰岛素抗性 与瘦素抗性 以及止止过氧化 并能够 恢复下时秋中 QIS-BEPT-1 与性荷尔蒙水平 G蛋白偶连受体GPR54细胞激素讯号传导抑制剂3 Certum1以及信使核糖核酸等表达 此研究证实了管化肉葱绒萃取物在抗氧化与抗发炎 以及肋骨醇激素生成等作用 7.改善白内障 一项以感官加速OXYS大数为试验对象 比较与分析抗氧化剂与肉葱绒粉对于白内障效果的实验 实验结果表明抗氧化作用与精状体中色氨酸 以及犬尿氨酸的氧化速度以及水平有关 而肉葱绒粉的抗氧化作用有助于减缓色氨酸 以及犬尿氨酸氧化的速度与水平 因此能够有效抑制精状体中色氨酸与犬尿氨酸的氧化 进而减少精状体的氧化应激 因此有助于改善白内障 8.抗肿瘤 有一项药理研就指出管花肉葱绒的粉乙唇肝 对多种肿瘤细胞具有抗性的作用 另一项 透过细胞与H22肿瘤小鼠模型的研究显示 管花肉葱绒含有的粉乙唇肝 能够透过诱导细胞 周期组织与雕王等作用 抑制人类肝细胞株 以及人类肝癌细胞的正常生长 在一项体内试验结果 管花肉葱绒本乙唇肝 可提高皮脏细胞的增值 并减少顺薄 引起的皮脏细胞凋亡 并可能具有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作用 研究人员透过结合体内与体外实验 研究了管花肉葱绒本乙唇肝 对于H22肝癌细胞的抗肿瘤机制 以及作用 结果表明管花肉葱绒本乙唇肝 能够抑制H22细胞的生长 促进细胞色素C的释法 并显著增强讯号路径 以及光天蛋白霉8 和光天蛋白霉9 裂解的水平 从而活化光天蛋白霉7 与光天蛋白霉3 以及裂解聚腺肝酸 二磷酸和糖基聚合酶 因此显示出 管花肉葱绒本乙唇肝 能够提高肝癌小鼠的存活率 再另一项 对于人类食道 癌细胞株影响的研究 此研究结果显示 管花水溶性本乙唇肝 可显著降低细胞活力 并透过立腺体依赖性途径 又到人类食道 癌细胞株凋亡 因此对食道癌症 会有所效果 另外从精中 分离出来的 本乙醇类化合物 松果菊肝 在许多研究中 也显示出了 能够经由 透过促进细胞凋亡 抑制 一线癌细胞的增值 并显示出 松果菊肝 可经由调节 分裂素原蛋白基酶活性 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 9 维护肝脏 一般较为常见的 肝脏相关疾病 如 肝损伤 与肝硬化 以及脂肪肝等 再一项利用 管花肉葱绒新鲜精 含有的甲醇萃取物 本乙醇肝 对肝脏保护作用的研究 利用低半乳糖胺 与脂多糖 引起肝损伤的实验 在此研究中显示 本乙醇肝 能够抑制 肝细胞凋亡 以及减少 肿瘤坏死因子 Alpha 对L929细胞毒性的作用 另一项利用 烟碱锡胺 线票令二合肝酸磷酸 以及四氯化碳 引起脂肪肝的大鼠 使用本乙醇肝化合物 对肝细胞作用的研究 结果显示 本乙醇肝 能够预防 与辅助T细胞 以及临半乳糖胺 引起的细胞损伤 从而证明 本乙醇肝 具有保护肝细胞的作用 另外一项动物实验 使用临半乳糖胺 与脂多糖 引起急性肝损伤小鼠 发现实验中 摄取本乙醇肝 ACT组的小鼠血浆中 血清转胺酶 与肝发炎指数的水平 显著降低 肝组织代谢物中 浮光肝钛 与超氧化物 其化酶的含量 另外水过氧化物酶 以及丙二全的水准降低 因此 能有效改善肝脏组织病理变化 与血清中 发炎细胞激素 高纤一律足蛋白衣 肿瘤 坏死因子 α以及白细胞 借素6等水平 因此 能有效预防肝损伤 并且在肝切片的 组织病理学观察指出 CDPC能够减轻 与恢复酒精 对肝组织的损伤 因此 肉葱绒 对于饱肝 与护肝的方面 会有正面的作用 10 维护男性生殖功能 松果菊肝 是肉葱绒的 主要成分之一 并且含量丰富 具有抗氧化 与抗发炎活性 再以下 体外研究结果显示 松果菊肝 能够恢复 睪丸激素合成途径 并降低了NF-KappaB 以及RAG1蛋白表达量 并且松果菊肝 有效抑制了 睪丸细胞中 超氧因离子 以及H2O2的生成 并在体内研究显示 松果菊肝 降低了胆固醇 三酸甘油脂 与TNF-Alpha 以及IL-6的水平 一项研究指出 管花肉葱绒的 乙醇萃取物 可透过 诱导睪丸类固醇 生成酶 提升性荷尔蒙水平 此外 还能够诱导 合成睾固酮的 3β-Ka 抢击类固醇 脱青酶 与5α还原酶2 以及全酮还原酶等 基因的表现 此研究结果显示 管花肉葱绒萃取物 对于雄性激素的产生 具有积极的作用 并且从管花肉葱绒 蒸馏出来的生糖肝 可显著缩短 阴晶勃起的潜伏期 增加生殖细胞数量 并改善 睾丸的病理变化 松果菊肝 具有血管舒张的活性 一般也被认为是紫椎菊的主要成分之一 管花肉葱绒的壮阳效果 可能是因为一氧化氮 与环磷酸鸟肝之间相互的作用 形成的讯号传导路径 进而增加了 海绵体平滑肌中 环磷酸鸟肝的水平 11.降低缺血性脑中风的几率 缺血性脑中风 是一种发病 与死亡率较高的疾病 肉葱绒多糖 一般被认为 具有神经保护的作用 透过细胞实验发现 肉葱绒多糖 可以抑制氧化压力 并调节DJ1的分泌 与表达 对OGDRP引起的神经损伤的影响 具有保护的作用 12.有益与减缓帕金森氏症 在一项实验中 使用神经毒素MPTP 诱导的帕金森氏症模型 主要是由于其蚊状体缺乏 产生多巴胺的情形 导致蚊状体中 多巴胺的丧失 黑质致密部分的 多巴胺能神经元 研究透过 免疫祖化分析发现 本以唇肝预处理的 小鼠模型 对黑质 多巴胺能神经元 具有明显的神经保护作用 因此 本以唇肝 可能对于人体 能起到神经保护的作用 所以 可能有益 帕金森氏症 13.预防骨质疏松 一项动物实验 切除卵巢的大鼠 在摄取肉葱绒 萃取物后 显著增加了骨密度 以及骨矿物质含量等 并能显著提高 血液抗氧化酵素的活性 降低血液中 钙 与鲜 以及铜的含量 此实验结果指出 肉葱绒 能够透过增加钙的吸收 与减少因老化 而导致的骨质流失 协助强化骨骼 因此 具有预防骨质疏松的作用 14.改善糖尿病引起的 不孕症 胰岛素 能够协助细胞吸收葡萄糖 提供身体能量 当罹患糖尿病时 会因为胰脏细胞 无法产生足够的胰岛素 与功能变差时 会造成细胞 无法吸收葡萄糖 导致血糖浓度升高 形成糖尿病 由于胰岛素的水平降低 或组织有效利用 胰岛素的能力不足 而引起的不孕症 会导致精子受损 与性腺功能障碍等 影响男性生殖系统 一项动物实验指出 松果菊肝 降低了糖尿病雄性大鼠 止值过氧化 并改善了胰岛素抗性 与糖尿病大鼠 下丘脑mRNA的表现 并且抗氧化活性 在血浆 鱼睾丸中等均有增加 实验显示松果菊肝 对于糖尿病雄性大鼠的 生殖功能障碍 提供了有效的保护 并有另一项研究指出 肉葱绒 能够经由 协助一氧化氮的产生 进而提升性功能 在此 特别感谢大家 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 再次的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